接着我们照片的剪辑大概熟悉之后 它的剪辑工作区也大概知道 其实声音和影片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如果是影片的剪辑的话 这个是一个影片的档案 我们可以选取它之后 利用滑鼠的位置来看它大概的状态 那假设它影片剪辑也是一样 可以直接拖曳进来 就可以做直接的编辑 那你假如不要也是可以做删除 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一个新功能 当然你要把它拖进来再做也可以 那其实在影片的剪辑这边 它有一个左右两个箭头 它是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好那假设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播放一下 好那假设我后面没有要 没有这个人进来收盘子之前 我不要 那我可以把滑鼠按着 然后用拖曳的方式 这样的话 它就会先把这一段给剪掉 那这边有一个加应该是可以把它加进来 我们按一下加 好那它就会自己把它加进来 所以后面你看它那个 那个人在弯盘子的部分 就我们就没有没有把它拉进来 我们这个专栏里面 就是我只取到这里这一段 好这是一个方式 那影片剪辑另外一个方式 也可以说你到特定的地方 你比如说我看到这里 一开始人坐下来的时候 这边我选来这边这一条缸的地方 一样点一下右键 它是可以做一个分割的动作 看一下 一个叫做分割剪辑片段 那它就会把它切成两段 那上面这段如果不要的话 也是一样点一下删除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上面其实底下黄黄的地方 其实就有一小段便没有 但是跟一开始选进来的方式的 剪辑方式是不一样的啦 那当然这个当中 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些过场的特效 只要是片段与片段之前 我们就可以做过场的特效 那这是影片的剪辑 那影片的剪辑它一样会有这个工作区 一样是可以做自动调整 但是它就没有这个 也是有彩剪 但是它彩剪一般我们是 就是预设是符合大小啦 就是不会去做什么奇怪的特效 我们看一下如果用这个会变怎样 那也很奇怪 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就是预设的方式 那这边会有稳定效果 就是说它如果是晃动的话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修复啦 但是 就是 我不小心按到 不要 重置 好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按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按重置 它就把它取消掉 好 那一样 就是如果你要编辑某一样的细节的话 一样就是在这个 右边这个画面做一些编辑 那它声音 因为我这个是用缩时摄影 所以它没有声音的部分 那一般的影片就会有声音的部分 还有这个噪音消除什么的 那速度 速度就是可以调它的速度 你可以让它变慢变快 或冻结影格 冻结影格的效果我们晚点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上面的一些东西一样把它溜过一次 所以它一样是会有特效啦 那 会可以 可以变吗 一样啦 它可以整个影片的效果都改变 所以我们 好 卖座片 那这是很卖座的一个片子 那一样这个效果它会可以跟你讲说 它本来原来的是39.2秒 那我们切成35.7秒 一般我们这边不会做特别调整 我们顶多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 好 一样加入刚才那个 过场效果 假设我们是 好 看一下它的特效会是怎样 好 我们假设是选这个 那我们从头开始看一次看看 包含我们这次的影片 所以它会切过来 然后待会到我们影片的地方 那它就会套用 刚才我们用的那个滤镜效果 所以如果影片套用这个滤镜效果 感觉还还蛮不错的啦 好 那这是影片的编辑 那既然讲到影片编辑 我们顺便把这个上面东西来看一下 有媒体 那音讯的部分通常我们会用在照片的部分 那它会有字幕背景 背景 我们还没用过 过场效果我们已经用了好几次了 那下一次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音讯字幕跟背景 这三个功能是怎样做的啦